- 超市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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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我的角色 我是天青 歡迎再度回到2024彩蛋狩獵 在上集中 我們終於收集齊了60個彩蛋 而我們的所有裝備裡 也只剩下一個皇冠還沒獲得 但要獲得它 需要再拿35個徽章 所以從這集開始 我們要盡量避開一些困難的項目 但上一集我們狩獵的幾個遊戲 是不是太悠閒了點 所以這一集阿星導的十個冒險遊戲 讓我們可以一邊享受冒險的刺激 一邊狩獵彩蛋 那麼在我們這一集 彩蛋狩獵的正式開始以前 邀請各位小新們不要忘記啦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彩蛋狩獵 不妨幫這部影片留下個彩色大拇指 我還沒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也可以考慮按下個訂閱 這樣就可以讓我知道 有沒有想要看到更多這個系列 那麼首先 我們要攻克的冒險遊戲是 世界靈 我還記得我在前個號消失以前 最後玩的遊戲就是這個 不過在那之後阿星也重新練了 所以現在我有94集 首先讓我們點開Hound的界面 打敗敵人必獲得狩獵彈 來獲得世界靈的徽章 所以這麼說起來我只需要 打這些野怪 就可以獲得狩獵彈了 看來這任務非常的簡單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應該也是去打 符合自己等級的怪就可以了 那是因為我轉職成弓箭手 所以這個任務隊來講 變得相當容易 突然間要打BOSS喔 那我在附近打這些蛇吧 這樣看起來應該是所有的怪都會掉 喔開始了 打BOSS啦 呃 BOSS被秒掉了 哈哈 這BOSS太弱了 而且BOSS連個彩蛋都沒有掉給我 啊 不得不說 這個遊戲非常的冒險感 但是這個任務有點濃啊 有了 蒐集完35個 獲得狩獵徽章 再來 我們要解的冒險生存遊戲是 不死防禦大亨 這個遊戲我有印象喔 我們的目標 是要打敗蛋殭屍 並且從他們身上 蒐集150顆蛋 就可以完成狩獵任務 OK 看出來我們之前的進度都還在 那麼 我們就開始吧 尋找蛋殭屍 哇 糟了 我中毒了 哇 這殭屍會丟東西欸 還出現蛋殭屍 Nice 喔 打敗一隻 居然可以拿到三個 不過現在身上有七個 表示剛才還是隨機掉落 哇賽 來劈欸 太好了 哇糟 他們居然黏上來 來吧 都變成我的蛋吧 我的碉堡應該有防禦吧 哇 就衝進來了 關起來關起來 啊 好啊 趕進來我家 你們就不要出去 用砍的 哇 有點錢 我這邊蓋一下好了 之前二樓都沒蓋 把我的守護機箱補個蛋 來了 通卡住 歐買咖 原來殭屍會跳 哇 金色的蛋會生出白色的蛋殭屍 那看這個狩獵任務應該會挺輕鬆的 哇賽 綠色殭屍居然會生出小的綠色殭屍 哇 太爆炸欸 喔 這個挺酷的 看我們得準備狙擊了 狙的應該會比較好獲的吧 哇 我該開門了 也太多了吧 還有小殭屍欸 好巧巧可愛喔 這蜜殭屍也太可愛了吧 哇 到晚上了欸 殭屍會從哪裡來 會從前方嗎 喔 那是不是別的玩家的基地啊 我有一大群殭屍往他們那邊去了 蛋殭屍欸 這麼遠打 都分得到蛋 太好了 現在我們只差七顆蛋了 我們去生殭屍的區域看看好了 唉唷唷唷 他再生了 那個位置剛好可以被機箱塔打到 很好 機箱塔幫我解決掉殭屍 蛋收集夠了 就這樣我們完成了狩獵任務 再來我們解個生存冒險遊戲 海嘯遊戲 這個狩獵任務要怎麼解呢 首先我們會在起點看到外星人 上面寫到要完成狩獵 就必須找到外星生命體 那這個外星生命體據我調查 要找到它 必須要先穿過我前方的某個洞穴 要順利解掉這個任務 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找個人超級多的伺服器 所以我們會盡可能選擇人滿的伺服器 就算是要排隊也沒關係 我們就排進去 OK 輪到我了 接下來我們要尋找外星人 最好的方式就是沿著 左邊的牆壁走 然後隨時要注意一下 左邊的Risk 當它滿時 海嘯有可能會衝出來 所以如果我們看到它快滿了 就要趕快躲進前方的洞穴中 像現在看起來它就要... 哇我們運氣不錯 剛才那個海嘯沒有打起來 無論如何 我們都找到了飛碟 而我們要找的洞穴 它就在更前方 走吧 趁著海嘯還沒來以前 有了 我們看到一顆蛋 上面有一艘船 而這個洞口 就是我們一直在找的 進來以後 如果這裡已經來過一百人 它就會打開 就像現在這樣 然後我們可以拿個對講機 繼續往前進 跟著前人的步伐 完成跑酷 就可以來到51區 雖然我不曉得為什麼 51區會跟海嘯世界連在一起 但從遠方的飛碟看來 那就是答案了 而我們要繼續跟著人群往前走 不過奇怪是為什麼我的箭頭是 往這個方向啊 怎麼跟他們不一樣啊 我跟著人群 越過這個山頭 找到了外星人 哈囉外星人 跟他說的話 這樣就完成了狩獵任務 這個任務最困難的點 就在於前面 如果沒有累積一百個人 那個洞口是不會開的 再來我們解生存冒險遊戲 The Survival Game 一進來就得到提示 用你的地圖 尋找遠古隱藏的寶藏 並打敗遠古守護者 OK 我隨機生成一個角色 現在我們所需要的就是使用這張地圖 來尋找古代寶藏 看起來應該是他吧 看起來好近喔 來 我們先砍樹吧 畢竟待會需要很多工具 我們得到一些木頭跟葉子 來採集一些果子 根據科技術 我們已經可以做槌子了 裝備他 看來這個槌子可以讓我們打造工作台 我們來做一艘船嘛 走囉 這樣就可以到達對面的大陸了 不過這有鱷魚欸 我真的可以過去嗎 哇鱷魚來鱷魚來 NO 鱷魚要咬我 不 放開 太過分這個 我要死了 NO 我死了 哈哈 哇 太兇殘的鱷魚 所以看來我需要繩索 然後還需要這張地圖 有了繩索我就可以做木棒 需要收集一下 打造木棒 哇我離我的寶藏越來越遠欸 好我們照一艘船 來吧 現在的方向好像對了 看來我快到了 我的寶藏島 哇有大象欸 各位我回來了 剛才那個非常 討厭的鱷魚 不曉得還在不在附近 欸 怎麼回來了 敵人 喔喔喔喔 怎麼回事 嘿 這個是什麼 守護者 啊 他就是 我的敵人 我要打敗他 搶走寶藏 我要贏了嗎 還是我要輸了 我贏了 nice 怎麼又有鱷魚 看我可能需要吃一些莓果 我的飽食度全滿 可能會回的比較快 不過那個鱷魚還在那邊 現在情況有點尷尬了 喔發布者家會提升喔 不過更需要的是先吃飽 看來吃飽才會回血啊 鱷魚來了 揍他 鱷魚剋掉了 鱷魚只剩一點點血 哇 太可惜了 這次我重生的點 離我的寶藏還算近 復仇者回來了 哈哈 一棒打爆你鱷魚 現在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這寶藏要怎麼獲得 喔 完全不用挖掘他 哇 完成狩獵 解鎖暴君皇冠 再來 我們解個恐怖冒險遊戲 The Mimic 魔防者 呀 雖然我們玩的是恐怖冒險遊戲 但這次沒有羅伊啊 進到遊戲後 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前往狩獵區 它是一張全新的地圖 當然會有全新的怪物 剛剛還在講說怎麼沒有羅伊 羅伊就出現了 故事是這樣的 我們必須躲進櫃子裡 才能夠躲過怪物活下來 而這全新的怪物 是一顆兔子蛋 不 其實它只是偽裝成的蛋 明明看起來像個布偶 卻又長得這麼可怕 重要的是 它失去了一隻眼睛 所以它的視力肯定不會太好 哇 這遊戲 真的每次都做的氛圍滿滿 有夠恐怖的 好的 我們進來了 我們背包裡面有一根蠟燭 這是我們的照明工具 在我們前方有顆毒眼蛋 右邊是把我們收集到的彩蛋賣掉 左邊則是商店 商店裡面的壽裂徽章 需要一千的金條 這就是我們的最終目標 所以在那之前 我們要先收集彩蛋 再把彩蛋賣成金條 然而事情真的有這麼簡單嗎 在這遊戲中總是有恐怖的怪物 我看到有一個櫃子 這是可以用來躲的吧 沒錯 找到蛋了 這就是我們要收集的蛋 來吧 趁著安全 快速收集一波 我們一輪 最多只能搬15個回去賣 其實蛋真的不少欸 各種顏色都有 OMG 那是怪物嗎 我們先把蛋賣掉 一批蛋讓我們賣了148元 我們來看看這個怪物 從背景看來是一隻兔子 從背景看來是一隻兔子 喔喔他弄了 看他視力不太好啊 我在他背後走這麼久他都沒發現 所以這樣推斷起來 這個任務 應該會非常簡單 喔對了 如果你在身上有蛋的情況下 被抓住死亡 身上的蛋就會失去一些 詳細的數量我不確定 我們來測一下好了 來吧 我收集了15顆蛋 我們去找兔子 哇賽這霧氣真的超濃 我連兔子在哪裡都看不到啊 黃金蛋產生了 黃金蛋特別貴是嗎 兔子來了兔子來了 太好了 嘿兔子 兔子你別走啊 兔子 這兔子會跳欸 難怪地板會震動 會震動 他會衝刺啊 兔子 喔兔子來了 NICE 欸為什麼我被殺了我這麼高興 我損失了5顆 實驗結果就是這樣 那我們來找找看所謂的黃金蛋 希望可以遇到啊 齁 終於上蘿伊了 蘿伊比那隻大兔子還難找啊 Alicia 嗚喔喔 聽到腳步聲了 was кус raus 但不要被奪走 喔 有玩家躲在裡面欸 不用怕啊 反正掛掉才損失五顆蛋而已 哇 我跑太遠了 看不到商店 有了有了 喔 褲子卡住了 嘿嘿嘿 這個也太好笑了吧 找了這麼久 還是沒有看到黃金蛋欸 如果真的有人遇過黃金蛋的話 歡迎告訴我 你是怎麼遇到的 最後一輪了 我們會遇到黃金蛋嗎 結果最終還是沒遇到 而我們已經湊齊了一千個金條 喔原來會在這裡等我是不是 那我們來購買回章 完成狩獵 再來 我們解個冒險戰鬥遊戲 劍爆3 那我們直接進入狩獵吧 不過其實一開始進來什麼都不用做 他自己就開始了 進來後我們就會發現 他跟世界靈真的很像 打開了Hunt 提示說 打敗敵人小怪 並且收集賽博彈 來獲得劍爆徽章 我們一共要收集25個 那收集的方法就是 攻擊怪物 我們在這個遊戲中可以放一些劍技 雖然我現在才等級只有一招 但打這個野豬完全沒問題 Q可以衝刺 可以連續使用 撿到物品 看是不是我們要的 標賽博彈 這個遊戲不但跟世界靈很像 連狩獵任務都跟世界靈很像 是什麼 喔 我可以經驗我的武器 還有裝備喔 哇 路上撿到寶箱 拿到一把剛的巨劍 看來需要等級2欸 我還沒升級 來打一些高等級怪好了 喔 大型烏龜 新的對手 我還好啦 被無限衝刺對我們來講真的是 超簡單的 OK解決 欸我剛才這樣是有被搶怪嗎 還是沒有 咦 這是什麼 地層嗎 喔 一個點會出很多怪 欸好有趣喔這個 我完全喜歡這種概念 這麼說前方那個也是喔 欸的確 開始了 開始出現野豬怪 如此一來敵人變多了 當然刷東西的量也會變多 我因為對手很多 所以他40的移動會比較好一點 哇賽 這輪賺3顆欸 我到他等級2欸 所以剛才那把 鋼劍 就可以裝備了 我原本的攻擊是50 這把是67 雖然他攻速變慢 但是 畢竟是巨劍嘛 打起來比較痛 我們來學個劍技好了 因為我下裝備是巨劍 我學了個巨劍專用技能 裂縫 這樣我就有兩招了 來測試我們的新招 嗯 看起來不怎麼樣 這樣可能還是把第一招生滿比較好 這有NPC欸 喔 原來 這個遊戲有任務的喔 打敗五頭 剃刀野豬 大型的野豬 欸 躲衣也進來了 所以看大野豬也算野豬 他在幫我拖怪嘛 哇 我已經等級4欸 居然打到裝備 雖然動畫看不出來 其實我們是可以 連續放招的 OK nice 我們拿到25顆蛋了 完成狩獵 再來我們解個 Marvel英雄的遊戲 戰爭機器 War Machine 這肯定是一款冒險遊戲 或許已經有蠻多人知道這款遊戲了 在這個遊戲中 我們可以成為鋼鐵人 而且還可以換各式各樣的套裝 換上後 加比才會跟我說話 我們在這裡面有兩招 第一個就是使用小炮 第二個就是熟玩火箭 這個是大招 每發射一發之後 就要等待一段時間 冷卻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狩獵任務做些什麼 如果我們要獲得狩獵的徽章 就要收集 60個能量 這個必須要打敗敵人 才能夠獲得 所以讓我們 出發吧 起飛 按SHIP的中置 哇這個真的超酷的 前方的紅點代表村莊 裡面有24個人 那這個24個是什麼人 就是我們現在要消滅的人 接下來開轟啦 無情開轟 通過打敗敵人 可以獲得錢 這樣後爆他 就可以隨機拿到能量 除了剛才講的兩個武器以外 第三個就是 物理傷害 物理攻擊 但這個物理攻擊到底強不強 欸其實不錯欸 可以把敵人打倒 欸還蠻帥的欸 然後這個鋼鐵裝啊 受到一定的傷害情況下 還會損壞 但就跟鋼鐵人一樣 可以自行修復 但損傷的太快 也是會全爆的 哇!剛才那個直線機爆掉 也噴了一些能量出來 那我剛才問了一下 拍片團的夥伴們 他們有講到說 其實可以跟著大隊走 我們去前方這個只有四人的小村莊好了 我來囉 哈囉 你們好嗎 哈哈 英雄是降落 來吧 物理攻擊 賈威斯說話了 代表這群敵人被清乾淨了 我們去下個村莊吧 欸上面有人在偷襲 還想偷射啊 我們前往前面30個人的村莊好了 看有一些鋼鐵人已經趕到了 哇!已經拿到47個了 欸有傳送門 喔!這樣就傳到下個村莊了 這樣比較快 這個傳送門好像是玩家的技能 現在我們可以前往下個村莊 Nice 現在只差一個 哇!我的村被靠太光了 撐住啊!鋼鐵裝 欸有了有了 收集到了60個 我們該打到恢復啦 OK 回來了 來看看任務 有了 下面已經可以領取徽章 如果想要拿到新的鋼鐵裝 如果想要拿到新的鋼鐵裝的話 就要拿到新的鋼鐵裝 只要收集180個 如果興趣人也可以收集一下 但我要先去狩獵下個徽章了 接下來我們會結的也算是冒險遊戲 冰工廠 雖然說它平常是槍戰遊戲 但它的狩獵任務 是一個劇情冒險遊戲 有個特工要來當我們的祥島 他提到 各種擁有強大的運算能力的科技 已經被運送到了 這個未被標記的地點 而其中一件引起了科學家的注意 而我們懷疑 這可能跟一些惡意的事情有關 有一些神秘人物一直在看守這些貨物 我們對他知道的情報很少 但根據觀察 他們裝備盡量,訓練有數 建議我們盡量避開他們 這個特工在臥底期間 收集到一些情報 發現了一個內部的伺服器機房 而我們的目標 是要到達這個伺服器機房 並且上傳一個惡意軟體 也就是要駭入他們的裝置 而這個軟體 它將可以停用這個機器的安全系統 讓我們不用複雜的鑰匙卡 就可以開任何的門 我希望你有記住這些 但我不會重複 祝你好運 OK,開任務又開始了 來啦 入侵已經開始了嗎 先解決一個 看我應該是從這裡走過去吧 不曉得是不是從這裡走 有人嗎 欸有把槍 Nice 這不是我的最愛嗎 狙擊槍 欸這警衛 先解決再說 到高處好 先把重要的點都狙掉 哈囉 你也是 裡面的警衛 這裡 還有個人 OK,我解決掉了門口守衛 接下來處理大廳守衛 確實它火力強大 糟了 沒發現 哈囉 嗨 得找到橘色的key card 欸,是不是這個 橘色的key card 哈囉 欸這也是耶 這樣我們就有兩張啊 這樣就可以進這個門是嗎 確實 嗚 來吧大槍 看來我們到囉 OK 駭路 欸這是小遊戲喔 欸對耶 我還要點這個原點 要點到100% 成功成功 成功以後就是要逃走了吧 呃 娃娃娃娃娃 是樓上有人的意思 是嗎 喔不是啦 是這個人靠近我 解決 還好他們都瞄不太準 糟了 欸欸欸欸 哇,復活兒啊 從這個前面開始 來了 好,解決 Oh my god 接下來要面對直升機 我看我應該是要走這裡吧 這樣才能cover 才不會被射到 可以吧 OK 過了 哇 這邊看起來火力有點強 全新的武器欸 MGL 又是橘子的門 全新的區域 還好這把槍會往上飄啊 不 可是我還是AK好用啊 對人比較好用 這隻資料是嗎 沒敵了 出發 又有新的槍 P90 這把穩定性算高啊 在守著嗎 啊 絕戰嗎 他還不太像啊 人這麼少 欸 又換槍 AK47 我的鑰匙卡 對於前面的藍色門 不起作用 我得找到一些火力強大的東西 才能夠障害他 糟了 他血量很高 結果他也快掛 下一個房間 人很多 NICE 沒有人了 再來呢 要去哪一找 齁 來了 嘩呼 嚇一跳 搞偷襲 激攻 爆頭 這AK 子彈會往下飄 Let's go 欸 火箭炮 他可裝四發 我們的備用彈有 一萬九千 開轟啦 咋開 這裡還有更多火箭炮欸 這同款嗎 他還是同款 嗚 再來 來 開打人還是用小槍好 這你可以爆頭 還是用轟的 這轟的也不錯啦 OK他掛了 又是火箭炮 看還是過關必備條件啊 直升機 OKOK 開轟 紅掉了嗎 我拿到徽章了 紅掉啦 哈哈 完成任務 還得到了獎勵造型 OK 接下來我們來進行一場 毀掉汽車的冒險 CAR CRUSH 2 毀掉汽車模擬器 在這個遊戲裡 我們要完成九個任務 才能夠獲得狩獵徽章 所以我們要來看第一個任務 用粉碎機 摧毀一輛車 因此我們需要打開上面的經銷商 先來獲得免費的車輛 再來我們隨便挑一個粉碎機的隧道 進去之後啟動粉碎機 這樣就完成第一個任務啦 再來我們打開任務列表 打開第二個錶單 這裡可以看到HUNT的任務流程 第二個任務是要我們指定生成的一台車 我們打開經銷商 看到這台紅色的車 就是我們的目標 但是我們的錢不夠 超早有查過 目前所有的code 都已經過期 所以我們只需要把車子 拿去破壞 用來賺更多的錢 這是撞擊測試 這是巨木機測試 這樣就獲得了1000元 完成一個任務 還解鎖了車輛 這樣我們就可以使用這台指定的車輛了 接下來我們要去 德比競技場 來跟我來 但是由於我們需要3K 所以在前往競技場以前 我們先收集一些parts 來解鎖下一台粉碎機 我們可以採用這個獎勵 使用這台機器 可以獲得額外40%碎片 還有加20%的金錢 可每段時間都會不一樣 OK 就這樣子我們賺得了足夠的金錢 已經可以前往德比競技場了 但我們的零件還不夠 我們需要利用車子製造更多的零件 越好的車子 能夠產生零件跟錢就越多 喔 原來還有回合比賽啊 剛才我獲得第一名 你可以跟其他玩家 一起玩這個大磁鐵 把你們的車子給弄爆 接下來我要前往 德比競技場 從這裡進去就可以了 按下經銷商之後 參戰 這是一個碰碰車模式 看好是應該要選一台比較好撞的車子啊 讓我們努力的撞吧 喔 我們完成了 再來回到大廳 產生一台車 最後一項任務是 返回設施 嘗試使用帶有黃色光芒的新破碎機 對我來說就是這個機器了 接著使用磁鐵 讓車子壞掉 看好獲得徽章啦 接下來我們有幾個遊戲 叫做噴漆 雖然這個遊戲不是冒險遊戲 但它的狩獵任務是冒險任務 要解這個任務 我們必須先找到它 就是這位遊民喬 故事說到 它的噴霧罐 被小偷偷走了 並且拜託我們幫他找回來 為了幫他找到噴漆罐 我們先前往 最有可能藏小偷的地方 就是地鐵站 小偷非常明目張膽在這裡等我們 跟小偷對話之後 就會知道 他根本不想把東西還給我們 但如果我們幫他畫個自畫像 他會考慮還給我們 這時候就要藝術創作啦 各位 我們要畫在小偷後面的牆上 喔 變綠了耶 可以的喔 他接受了 小側噴漆罐呢 蛤什麼 流量果把他帶走了 你是認真的嗎 喔他還敢跟我們拿錢 如果給他錢 他就要幫我們找 但主角不想給 OK 那看來我們只能靠自己了 好的 需要找九個罐子 欸看起來這個就是了 那我們快速在城市裡面找一輪吧 我好像在上面看到了亮亮的東西 看來這的確是 欸我在這個垃圾桶裡面找到一個 此外我在這個建築物裡面也發現了一罐 感覺有四罐了 然後來到建築物裡面 這是一個廢棄工廠 裡面有一罐 再來我們從這個梯子上去 這裡有一罐 在剛才這個垃圾桶旁邊 我找到一個下水道 看來這裡面很可能有東西 我們找到了一罐 這一區我們還沒找過耶 有 找到一罐了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上去喔 看起來這邊有一條路似乎可以走 OK 找到所有的噴擊罐了 現在我要把他還給流浪漢 哈囉 你的罐子在這 喔 他說我們是英雄 他說徽章被丟在垃圾桶 是的 我們拿到了狩獵徽章 沒想到居然是在垃圾堆裡面找到的 我現在看見到會跳舞咧 好的 這次我們也拿了四個徽章 距離我們的終極目標 95個徽章 只差25個了 如果沒意外下集 我應該會把他直接衝完 因為狩獵的時間也快結束了 希望你們都能順利拿到徽章 那麼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感謝你們的收看 最後大家也別忘記了要保持正面能量 我是任新 我們下部影片會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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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部影片會請見看 我們下部影片會在哪一任 encuentra 感谢观看